SUMER K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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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是Sany 吃不吃好久沒跟Sany 一起去外面吃大餐啦 疫情让我整整三个月没有吃饭 也很久没有见到小慧 好久不见了 今天三年了吗 好久没有在三年吃饭 我都饿死了 今天三年要推荐的这家餐厅 非常非常的厉害 它的名字叫做小宇宙餐酒馆 它开设在冬树 它今年三月分开 可是后来遇到疫情 它们就用外带的方式 生意好到不得了 所以8月17号热腾腾的刚开幕 我们就赶快冲过来 疫情期间这边都要限制人数 还有要隔板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怎么没有隔板呢 现在疫情期间 还是仅遵隔板的原则 那我们是因为特别为我们要拍摄 所以在冬树的时间 特别开放给我们 这样子餐点才可以很美味的上桌 有没有看到 满满的一桌菜 有前菜还有主餐 当然有很厉害 主厨呢从头到尾 自己做好的甜点 手做 手做甜点哦 还有饮料也是相当的特别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道 这道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其实这家餐厅呢 它是走南欧的路线 它就是有意大利的料理 然后还有法式的料理 这个呢叫做猪血糕 圆球这怎么会是猪血糕啊 对啊好特别哦 我还以为是肉丸子呢 哇你看里面就是猪血糕 然后呢它还有它用那个外面呢 是用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米呢 去把它可能酥炸的 来看看吃看看哦 香菜香菜打成泥 然后这边就一配一些青菜 还有那个瘦子 味道怎么样 好特别 真的 非常非常特别 菜没有花生 对因为它猪血糕嘛 要配花生对不对 然后里面有点QQ的 然后有点黏牙 新的风味 里面虽然是猪血糕 然后但是外面又炸肉丸的方式呢 把它整个包裹起来 很好吃这样 很特别 第二道菜呢 甜菜呢 是花椒一板牛 听说这道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它这边的牛肉呢 一种美牛或者是纽西兰的牛肉 它这个牛肉大概差不多三分熟吧 嗯 花椒的香气 嗯 嗯 怎么了 特别很棒 牛肉好嫩哦 这条真的充满了花椒的香气 满辣锅 中西式的结合 真的是 太有创意了 我现在要吃的是这个 芋花果上面很爱吃 然后呢 但是芋花果酸面包 最下面的是面包 上面应该乳酪吧 对 酸乳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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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口都好惊艳对不对 这边的菜真的是很特别 难怪疫情期间 很多人还是跑来买外蛋 无花果 新鲜的无花果 超级甜 入口即化 很新鲜很新鲜 不会要搭配一下它的酸奶面包吗 酸奶面包吗 这个里面还有泡米香 你看 泡米香 泡米香 口感很清爽 现在煮菜了 味噌热野牛排 海胆炖饭 是意式炖牛煎水管面 哇 我想要先吃海胆 好啊 而且海胆呢 是里面呢 煮菜当中 价格最高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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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新鲜哦 感觉就是新鲜的海胆 就整个灌入到 意大利的米饭当中 还有这么大一颗反应肥 对 干杯也很好吃 是不是是不是 炖饭跟干杯要一起搭配入口的感觉 还是海里的味道 牛煎饼管面 而且他是用意式的手法去料理的 我先來吃看看他的牛 我覺得牛煎一定要嫩 是 而且你吃到上面的帕馬森起司 是18個月熟成的唷 非常講究 他的這個牛煎好嫩喔 他是用番茄一起燉的 所以也能有番茄餡 真的好吃耶 在疫情當中還能夠預樽突起 所以就能夠知道他的餐點 是多會用心的美味 煙燻櫻桃鴨熊 他的櫻桃鴨是來自宜蘭 櫻桃鴨熊 煙燻味道很重 上面配菜還有五花朵 對 巴沙米特奶油麵 嗯 他有點涼不涼 他冷掉也是好吃耶 他冷掉不減他的風味 味噌涼牛排 炸起來芋頭 芋頭去炸的 芋頭去炸 然後上面是洋蔥對不對 對 牛奶洋蔥 這是醬汁啊 對是特別主廚熬製的味噌醬汁 怎麼這麼軟嫩 而且味道有點像牛肉乾的香氣 看起來就是三分熟 可是完全沒有生的感覺 其實你看喔 他其實算蠻生的 大概三分熟 但是他不見血 對 對 對不對 對 嗯 好特別的做法 對 他是炭烤 我覺得他有炭烤香氣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看看 沾一點他的味噌醬汁 嗯 然後炭烤香氣真的很足 因為我現在吃 他其實已經不是熱騰騰的 我覺得他還是好有嫩 然後我看外面 他沒有那種像那種油膩膩 牛油 他完全沒有 好特別喔 啊 剛剛三尼口餐燉之後啊 我非常的驚艷 而且像有一些他們那個 歷式豬血糕 哦 對那個是用歷式的 任何料理的做法 然後去詮釋台灣的一些 嗯 小吃 還有牛排也非常非常的嫩 而且很多創意的料理 那我們一定要趕快來問問他 在這些料理他融入了什麼樣的想法 好 我之前是在澳洲雪梨的 四季酒店大概有做了四年 然後我工的Chef大概不是 意大利團隊的Chef 然後我們主廚也是意大利人 那我也在幾間以前有工作過 那為什麼我們來台灣會想要把 義法這些料理 啊 給台灣的一些食材融入 是因為我覺得我有發現 在歐洲啊 澳洲之間的 牛排他們是吃比較傳統 比較經典 啊 經典的東西 嗯 我回到台灣發現 台灣的市場相對是需要更 刺激一點 更濃郁 融合一點的食材 在 啊 經典在台灣可能比較沒辦法 在市場裡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小剣老師也想了很多 比如說想說 我用意大利Armchini的做法 但是我用台灣住去搞 或者是我用味噌去鎖成 然後我用很多麻辣 麻辣的地方我用牛肉塔塔 我用麻辣的方式去呈現麻辣果 用意法的東西帶回台灣 但是又同時可以合作 很多台灣跟亞洲的元素在 那剛剛吃了那麼多創意料理當中 你會推薦哪一道菜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推薦兩道菜 第一個是麻辣牛肉塔塔 就是我剛剛上面有提到說 我用麻辣花椒的元素 然後做一個這種歐式的牛肉塔塔 我裡面會有一些油條的元素啊 一些麻辣的元素存在在裡面 所以相對會比較好玩 更有趣 那再來就是味噌的味噌 我是用一點白味噌不適合成的 然後還有一些大小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兩道菜會 相對於說是希望大家 來我們這邊可以來品嘗一下 這兩道菜也是讓Sunny 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 吃 今天Sunny了嗎? 介紹這家小宇宙餐酒館 還喜歡嗎?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 掰掰